就别错过 就算是女生先主动 也是没关系的 可是 我感觉她总是忽冷忽热的 我都不知道她什么意思了 你啊 从小就这么横冲直撞的 上大学那会儿 是不是都不知道 人家喜不喜欢你 就跑去告白了 结果失败了 你回来还伤心了 好长一段时间呢 我跟你说啊 谈恋爱之事 也是得用心的 你看你姐夫 现在什么都听我的 我觉得吧 要不你们分开几天 她要是心里有你呢 肯定会绷不住回来找你 这要是没你的话 那就算了吧 分开 傻妹妹 分开是为了更好地了解 彼此的心理呀 还有不跟你说了啊 我去看这位了 好 韩小姐 嗨 她怎么没来呀 呃 你不知道吗 简一航她请假了 说是家里有事儿 但是 问她什么她都不说 有事儿 嗯 不会是为了躲我吧 啊 她家地址在哪儿啊 我去找她 嗨 帮兄弟脱单一不容辞 她将就在 谢了 慢走啊 韩小姐 拜拜 你就不怕 这一行回来找你签账 我还没管她要没人钱呢 出人没了 不用谢 是吗 嗯 那你也帮帮我呗 你想头单啊 能帮忙吗 可以啊 喜欢什么类型的 腹败貌美 大长腿 嘴碎 话多 没事儿呢 还要多管闲事儿的 你说这人 怎么感觉那么熟悉啊 这些 都是我不喜欢的类型 哦 赶紧收拾东西吧 哦 哦 好好好 老大 我看你这个新品都研发好久了 还不满意啊 总觉得可以更好一点 哎呀 我看是老大 你要求太高了 我就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而且 我倒觉得还有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我听说啊 Sweet已经开分店开到室外去了 咱什么时候考虑拓展一下业务啊 咱们家那几个你交串了吗 现在开分店 人手怎么办 现在自己的质量都没法保证呢 拓展业务 咱们考虑 可是老大 我觉得这机会难得 而且我听说那边几个渔村 也发展得越来越好了 都已经成为旅游景点了 这客人也越来越多了 咱真的不考虑吗 来 再印 好吧 三十米后右转 解银行 让你不还钱 还不还 我已经报警了 你们给我让开 让开 还不赶紧走 是吗你 抓紧还钱啊 还不赶紧走你们 滚原点 你是不是傻呀 被打怎么不还手啊 我好怕呀 你有我在你怕什么 不是怕他们 我是怕你 你 再说了 我签他们钱没还 被打是应该的 你为什么会签他们那么多钱呢 你签多少 我帮你还 我的事 你以后少管 你以为我想管啊 你个没良心的 我跑那么远来找你 脚都扭了 就这样对我 我刚刚还救了你呢 等我回去 就让我哥的公司收购送 到时候 就让你每天只伺候